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功能,就是说 户籍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 分析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个分析 所以这两个就一个 一个这个力量 原本在这里,然后 下一个力量 在这里 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的分析 就是说我这一个的 是 继承上面这一个的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做分析 针对第一个做分析 然后很单纯的就只有这边 右边这边有一个这个力量 下来 我们开始硬力下来 那这边 这个力量 压下来的 情况是这样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 我们对这个做一个分析 我们对这个做一个分析 打一个勾 然后我们 做这一个 这个的分析跟他没关系 只做这个分析 OK OK 那我们这两个 这两个合并起来 那就是这个 连结的这个关系 进程前面 这个做法就是 那怎么去做呢 我们现在来开始 做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先删除掉 OK 那就是在你原来如果你想要新增 你就要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边增加一个 你要分析的种类 就继承前面的这个 然后这个来之后 我们这个比如说 把它移除掉 那这个 上面的阶层有 下面的阶层没有 那我们继续把我们的边界条件 把它设定去 那这个做法就是 如何做这个 互职继承这个关系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底下 我们还可以继续去新增 比如说你要新增 一个地震的 然后 继续一直做下来 然后在这边有第三个 的做法 就是这样子 那关于互职这个的继承 这个分析 是我们 GEO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这个展示就做到这里 截止 谢谢 全杰科技 谢谢您 再见